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一个新工具 它的名字叫Fast Whisper 它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对音频进行一个识别 把它转换成相应的文字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翻译 我们在平时看一些国外的视频的时候 可能听不懂它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 去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把它变成我们能看得懂的文字 这就是它这个工具的一个用途 这个下面有一个对比说明 首先它这个工具它使用的语音模型 是识别效果最好的一个模型 当然相应的识别效果最好 那么需要的资源有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Whisper这个老板的一个工具 它这个如果说你要转换一段视频的话 那么需要的时间很长 24分钟的情况下 需要占用的这个显存达到了11G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它现在这个做了大幅度优化之后的这个Fast Whisper 首先时间小了很多 只有54秒 相应的显存也降低到了4G 这是3G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更是适用于 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显卡的情况 所以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用 就推荐给大家 我们下面看看这个工具的使用 它这个工具下载下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有两个文件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V1.0 先把它解压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好这样这个文件解压完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文件 这是升级文件 我们同样的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这个就很快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最终这个解压出来之后呢 下面有两个企图程序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升过级的 所以我们直接选这个文件启动就可以了 好 双击 打开 然后这个文件的话 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AI工具 AI工具它是需要AI模型的 训练模型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体积的话确实是有点大 所以大家事先需要知道这一点 然后这边我们就打开了 看看这个工具的使用 工具特别简单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们这边来 选择这个文件夹 我这边事先选了三个文件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 但是一共是三段视频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三段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实际的演示 因为它这边选的是文件夹 只要你把你所需要转换的 放到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批量的转换 首先大家注意这个问号 它后面有支持的这个 视频的一个格式 它这个并不是所有视频格式都可以支持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调解一下 如果你的视频在这几种当中 我们需要大家去转换 然后呢下面这个翻译成汉语 就是我们对这个视频的这个语音 转换成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这边的话我们默认都是汉语 然后这边显卡CPU 根据大家的情况去选择 然后这个计算精度 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大家看这个问号 看这个问号的说明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显卡是20系往上的显卡 203040系的显卡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BLOT16这种计算精度来去做 如果是20系之下的 都是用这个INT8就可以了 它这个INT8的话 计算精度要略低于这个BLOT16 最终识别出来的效果好坏 也是跟你的显卡好坏有关 然后其他就不需要大家去修改了 我们这边直接点启动就可以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FLOT16这个错误提示 点一下 大家注意看小窗这边 现在有个报酬信息 大家看到了 它这边明显的是有提示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FLOT16是没有办法使用 就是我这个显卡 FLOT16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所以我这边只能选INT8这种类型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重新启动一下 好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然后点开始转换 我们这段这个文件夹里有三段视频 这三段视频差不多在10秒到30秒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这边需要加这些东西 需要稍微等一下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三段视频的这个转换 全部完成了 大家看这边有个提示 它先进行了这个 日文的转换 然后是英文的 最后进行了这个 韩文的一个转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换的结果 它这个输出的字幕到底准不准确 然后先来看这个韩文 我把它调小一些 然后把这个 韩文的这个字幕给它拽进来 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刚刚 识别出来的文字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它这个下面原本的这个翻译 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这个韩文的这个转换了 这个识别结果基本上是准确的 当然它肯定还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最后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 这个语音识别啊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影响 比如背景音乐 包括这个说话人的这个声音的一个辨识度 等等之类的 它是不太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的 然后再来看日本 因为我们也同样把这个 日本的这个拖进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日文的了 也基本上是准确的 即便是这个文字不一样 它的意思也是差不多的 准确率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英文 英文我们来 这个也同样拖进来 大家看到英文这边出问题了 英文的话它识别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英文跟下面的英文字幕 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英文的识别是非常准确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英文的识别是非常准确的 只不过是它出了一点小问题是 它没有把这个英文翻译成汉语 这个是这个工具本身的一点问题 这个我们需要等待做的去修复 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英文的字幕 然后怎么处理呢 我们需要去翻译一下 这个翻译的话网上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翻译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一种比较简洁的一个翻译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幕直接拖到这个浏览器上 浏览器这边就可以直接打开 大家看英文的是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翻译去中文 大家看这边的话就翻译过来了 然后我们Ctrl A把它全选 把这个文件打开把它替换掉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替换掉保存 然后我们再来开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英文字幕拖进来 然后让它播放 是Raya 我们的国家都在战争 我们的国家都在战争 我们人们永远不看到眼睛 我的女儿 我认为我们人们能够一起重复 但有人必须要接着第一步 现在,为了保持平衡 我们必须找到最终的殻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